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优体育 我是黄瑾瑜 今天很高兴请到我们的好朋友 江丽来到我们的节目中 江丽好 美女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 有的记忆好不好 前一阵子我们还谈到 在台湾的市井赛羽毛球比赛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来延续上一次的话题 来多聊一聊有关羽毛球的事情 是 John 这个羽毛球在华人界里面 我们其实并不太陌生 但是 这个羽毛球的历史 可能大家不一定全然知道 那你今天可不可以跟我们 简单介绍一下羽毛球的历史 实际上羽毛球这个运动 其实已经有快要200年的历史 很久了 但是可能一开始的时候 人家用什么板子跟一个球 所以叫板羽球 所以还不是真正像羽毛球 像这个有一个网 OK 所以后来也是过了好多年的改善 改良 改良 老板有这个有加加羽毛 OK 那球拍变成有线 变成这个羽毛球 不过羽毛球你也知道 这是我们中国人讲的嘛 对不对 对 这个羽毛球听到就知道 是跟材料有关嘛 是 因为我知道就是我们的球 是用额毛啊来做的 那么在英文里面 羽毛球这个字 也是跟羽毛有关系吗 没有 羽毛球的英文名字是叫 Shuttlecock 但是大部分讲这个运动 是叫做Badminton 对 我记得我们好像都是讲Badminton 很少人讲Shuttlecock 是 所以这个Badminton 实际上不是羽毛球的 OK 这是中国人翻译的 但是最原始开始的时候 他们定义 是因为这个运动在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叫做Badminton 所以他们把这个运动 Name after这个地方 原来Badminton是一个地名 是是是 所以它并不是一个 Well it's not a special 名字啦 就是特别一个地名而已 那这个地方在哪里呢 在英国 在英国 对 所以羽毛球的真正的开发 是从一个 他们从印度的一个公爵啊 过去 然后介绍这个运动在英国 那英国就很喜欢 有些比较高档的 它是一个very classic的运动 然后运动在羽毛球非常贵 OK 它并不是一个 它有点像高尔夫球一样 是有点属于high pricing 打一个球 随便打 然后可能都要一千多块一桶 哦对哦 因为常常打的那个羽毛就坏掉了 是 嗯对 那聊完这个羽毛球的历史哦 John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讲 这个在羽毛球的一些赛制啊 规则 其实羽毛球我想跟网球有很像啊 嗯 就说它也是分所谓的单打双打 嗯 OK 双 呃就是说还有混双 男女的混双 男女混双 嗯 对 但是羽毛球如果你看那个 看那个场地啊 对 好多线 好多线 对 OK 它的线呢就是分单打跟双打线 嗯 OK所以你看左右边哦 的外围是双打线 就比较宽的是双打 宽的是 然后内的是单打线 那前后呢 嗯 OK 它是发球区 嗯 OK 所以前面的话就是所谓的双打 后面的是单打线 哦 那这个 我们知道这个羽毛球跟网球一样 中间都有一个网子哦 这个网子有固定的高度吗 不然有的人比较高 有的人比较矮 怎么办呢 是啦 所以它是固定高 它这个柱子旁边两个柱子 大概一米五五 OK 然后呢再靠着网子去呈 能拉多紧就多紧 大概一米五二四附近 哦 但是所以越高的选手 当然发球会比较得力啦 嗯 因为它的 他们有规定哦 就发球不要超过腰部嘛 嗯 所以你越矮越伤脑筋 越什么球就越要发过 哦 要飞高一点 是是是 很容易被扑球 对 嗯 那这个赛制里面哦 这个得分呢 怎么样才得分 怎么样才能赢 我想这个很重要 是 就是说当然 近十年来后 才有一个新的规则 但是以前哦 很多年都是打所谓 十五分 然后算是 发球得分制 OK 发球得分制 对 所以我发球 然后我赢了这一球的话 才可以得分 OK 那如果我没有的话 就换你发球 但是你没有得分 但是这个比赛就很 拉得很长 对不对 因为我今天我发球 你可能就赢了这球 但是就变成你发球 来来回回 可能好几个小时 OK 对 一直到2006 他们才把这个改掉了 OK 那改成所谓的得分制 这样子他 就是说比赛的观众啊 或者说要去管理这个比赛 不要容易去掌握时间 对 那这个羽毛球 我们通常都打几局呢 因为我们知道网球打 好几局 是 对 所以羽毛球都是三战两胜 三战两胜 然后得分是21分 新的规定是21分 对21分 对 原来是这样的样子 那么除了这个得分以外哦 其实我们也知道羽毛球有很多的比赛哦 那这个比赛通常都是由 有没有像像是高尔夫球那样 有一个协会啊 或有一个就是 一个组织来统筹这些事情呢 有它叫做BWF Badminton Worldwide Federation OK 所以它会 它这个当然也是合并啊 以前有不同的League 现在会合并 BWF之后 它就有很多不同的赛制 那有分团体赛 还有分一些所谓的个人赛 那比较大的赛事 就是团体赛啊 当然我们都知道奥运嘛 因为1992年 他们正式变成一个奥运的项目 92年才开始 92年才开始 其实历史不是太久 没有 没有 所以当然这个进入奥运 毕竟是前面都在开发这个运动 是 92年变成一个正式 正式的比赛 对 然后现在全世界 大概很多人都在打羽毛球 OK 那以团队团体或国家的赛事 就是Thomas杯啊 Uber杯 Uber杯 OK 那这个是 Thomas是给男子组的 只有男生的男 男生对 然后Uber就是给所谓的女子组 还有一个苏迪曼 那就是这个 全部人都可以来参加 对 还有一个就是 世界景赛啊 世界景杯 世界杯 前不久刚举行的 对 这些都是团赛啦 OK 而不是个人赛 OK 所以团赛 那在个人赛方面呢 那有哪一些赛事可以参加呢 它现在就是分了很多不同的league 你知道就是有一个比较ranking 它就是所谓叫Super Series Premier 还有一个叫Super Series 这个大部分就是有在看比赛的 大概都知道这几个 那比如说最有名的就是英国公开赛嘛 哦 那当然 那还有 对 还有就是说比较出名的国家 像丹麦 OK 也有公开赛 印尼公开赛 马来西亚公开赛 中国公开赛 这些都是现在比较大的赛事 当然你说新加坡啊 法国 日本 韩国 他们也都有 哦 都有举办 对 但是就是还不是这么 不算premier 还算是比赛 所以一年也有很多的比赛可以打 哇 对 所以有分团体的部分跟个人的部分 是 那说到团体跟个人的部分 那 那这样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讲 就是说在近年来 在我们华人这一边 在个人上面 有哪一些选手 其实是 可以介绍给我们认识的 是我想80年代 羽毛球在中国开始 780年代的时候 大家都听过杨阳啊 是的 熊国宝啊 对 这些都曾经跟 很代表性的人物 因为那时候的印度 印尼的选手都非常的强 所以他那时候就是印尼跟中国 还有一个什么丹麦的几个三国的选手 是 所以他们就在竞争 对 那近几年来 大家都知道嘛 林丹 成龙 杨忠伟 对不对 OK 那那个谁 李忠伟 李忠伟 他是马来西亚的选手 对对对对 他也是华裔 对 所以在男子单打 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些不同的 就是中国人的一些选手 对 那提到这些选手 女生方面 其实我们现在最瞩目的 其实是台湾的一位女选手 是 其实这个戴之隐 是我们现在中国人的骄傲 就是说他从去年2016年尾拿下这个大赛的之后 排名为世界第一 然后他连续六场大赛都拿冠军 也是破纪录的 所以他现在是全部的 全部的 每一个人都在看的这个焦点 所以他目前是一个 算是一个记录保持人 是 因为他才23岁 OK 还很年轻 所以他的打法 OK 就是很多 很deceptive 就是别人都觉得看不出 他到底想要打什么样的球 加上他的球路啊 很刁砖 然后他很会跑 就是说跑来跑去杀不死的感觉 是的 我们其实在这一次市井赛 我们也看到那个戴之隐的身影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华人女运动员 那么提到这个比赛 就是我有一个很好奇的 我每次看那个篮球 对不对 或者是看一些球赛 常常有很多所谓的犯规 像篮球什么带球撞人啊 带球走步啊 这些都是犯规 那在看羽毛球的时候 看来看去好像他们 不太有什么需要犯规的 那你可不可以大概跟我们解释一下 就是说在羽毛球里面 有哪些是属于犯规的 是我想在真正比赛 在当中我们都知道说 你知道发球是不能这样发嘛 对不对 是 OK 所以正常比赛 你看不到这种 就是低于腰部 对对对 但是就是平常我们在打羽毛球 最基本就是说 这边是可以打的 但是发球的时候 一定要从下面往上发 那这个最重要就是说 那个羽球 不能超过腰 OK 所以他发球的时候 一定要往上发 这是最关键的 常常这个fault 就裁判在看的时候 因为网子就一米55嘛 你今天这样发就等于好像杀球 所以最重要的这个 就是说有被犯规的 就是你的发球 OK 当然第二个就是对方 OK 对方今天我要发球好了 基本上就是你不准动了 你站好你的位置之后 你就不能跑来跑去 晃来晃去 要不然会被判 犯规 所以对方要让一二三木头人 要定住在那里 对 一直到我发了之后 你才可以动 OK 你不能有假动作 往前往后 不行 你要定在那里 然后才发球 OK 那第三个 就是说 你知道网子就是前面一米55嘛 是 所以你在挤球的那个 那个刹那词的时候 是 球一定要在你这边 不能超过这个网 不能到对方的这个territory OK 你挤球 当你挤完之后 你球快过去没关系 OK 但是当然也不能触网 另外一个就是当你还有 比如说你占位置 比如说他是这样子 从右边开始发到左边 那我就是雙数嘛 那我得分一分 一三五的话 单数我就要站到左边 就要换边 对 有些时候打到一半 会忘记站错位置 可能裁判会跟你讲一下 OK 或者说你要知道说 你站错位置发了 那如果你影响到对方的话 有可能你就十分 对 那像这样子所谓的犯规 会扣分吗 没有 就球权嘛 就球权 对 那球权给对方 就表示你失去这一分了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 当你在看羽毛球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可以开始来学习 怎么样看他们的犯规点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不知道有没有挑起 你对羽毛球的兴趣 谢谢您的收看 欢迎您持续关注 优体育 我们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